歡迎收看引力播測評我是廖虎 大家好我是龍希莉 好希莉其實大家不太喜歡你 喜歡你講效果器 講唄那今天就講了唄 今天講的就是support的效果器 support 今天我們講的 那要先看一下我們這個小相機 這地方有這個boost drive chamler和fast 那這是目前的support的所有的效果器 他們公司研發的 那麼今天我們講的就是這塊量子的 這塊fast效果器 好我先把這效果器拿到旁邊 為什麼每次都要這麼擺一下呢 是因為確實它擺在起來挺好看的 嗯 好 那麼這法效果器呢就 怎麼說呢 這東西我其實挺不敢說的 因為 因為 每個人好像都非常懂法治效果器 是吧 對每個人自己的內心都有一塊 這個自己心意的這個折管的這個邊 嗯 比如說有些什麼183啊 182啊 175啊 嗯 各種 我們先來聽聽看吧 好這會發子 好 然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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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这法子听起来有点那种小号的意味 挺奇特 就是他们公司就特别喜欢放下那种厥词 他们这个Zither Harp 就说你们模仿的Support 很像都不像就我们自己模仿 这个自己家这个还有点 有理有据是吧 因为他们自己做真正的Support 那这个他们就说 我们是集这个Fastface 还有那个Tone Bender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反正集各种法师的这种优点 为一体的一块 全新的一块效果器 哎呀反正有很多很厉害的一些电路 有很厉害的一些发明 然后最后组成了一块 简单来说吧 就集大成者的一块法子 那么它这个呢 属于一个折管的法子 就折管是一种 也是折管 对也是一种晶体管 一种削波放大的一种类型 那么它这个晶体管 是一种NOS的一个晶体管 是来自这个UK的 他们把这NOS的管子呢 NOS的这个折管 这就可以买到美国 然后装配好 比如大家可以自己听一下这个 这个法子的音色吧 因为每个人好像对法子音色的理解 都是不太一样的 有些人喜欢Big Mouth 有些人就特别喜欢这个法子位置 用疯狂做新这个法子位置 有些人就特别喜欢这个 不同型号的折管 像我刚才说的182 183 175这些折管的管子 用他们就喜欢那个什么 Analog Man做这个法子 基本上就是每个人 有每个人自己的喜好吧 那我们就不得说 然后就直接听一下这款小火器的 这个法子给我们带来音色 然后这个值得注意的是呢 它这个Jive 我们上次说是能接18V 它这个也能接18V 对 特别的神奇 好像它的全系列都能接18V 是的 而且全系列都有外接的踏板 对 然后它能供给一个很强的一个动态 然后每一个都能接个踏板 就像刘老师说的 那么这个的踏板呢 它主要是控制个Tribble的 还不是这个Gain 挺神奇的 可能是因为这个 也能变化出很多这种音色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简单的听一下 OK 我刚才能接下来 就是别的 这种音色 在这种音色 一种音色 但我真的能提到 的音色 也很ง不坏 那种音色 对 这种音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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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想感受呢 就從動態啊觸感和這個銀河上面 實際上它還是比較吃力的 但是它不像過載那樣 你的撥片的角度啊 或者是不同的力度啊 它會反饋很清晰 它只是給你一種很扎實 你撥到弦上面的 就把你接過去的那個感覺 把你的銀頭全部給吃掉了 還是比較有意思 而且它這個效果器也提到 我也注意提供了一些 就是即便你的電開得很大 它這個噪音啊 這個底噪也是非常非常小的 非常非常清澈 這個確實 這個其實挺好的 對於一些現代銀手來說 而不是就一種極限 Vantage 的玩家 對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彈線拳 我們來試一下彈線拳 因為我們來試一下 whether 你想要等到你 你試一下 這個想要平宗 這件是最少的 最多的 然後我試一下 就是質疑 最好 這間的 其實很少的 有命的 非常狂疫 Zither Harp 你对这个有什么 我对法制其实一直都不太熟悉 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喜欢Erik Johnson 所以没有极限的时候去找某个法制Face 所以法制在我的印象中可能大概就分两种 一种好像是来自小红门乐队的那种很重的Muff的那种 然后一种就是Erik Johnson的 这个好像两边都粘一点 确实有那个意思 然后我也是我理解的法制可能就是到Peacon那种 然后就是David Gamow那种Hi-Fi版的Big Muff 然后其他的好像我也不是特别特别有印象 其实Erik Johnson的那种 其实我感觉好像也不太爱法制 因为它有很多很多效果器叠在一起 很干净的一种对创造那个音色 所以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效果器的这个 这个Support法制的效果器 是什么样一个音色理解 感觉还挺新鲜的 而且它有那种气腔的感觉 可能因为它这种EQ这种塑形 导致它就像小豪那种连续感 就是你每个每个那个旋钮你都调到极值过嘛 是啊是啊都调到 那它还挺神奇哦 像我们玩一些以前的一些像 呃那个叫什么法制工厂啊 那个Leafs的那个啊 它就会呃你调到某个极值它就噓会乱叫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我玩 对对对 虽然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那个那个功能是用来干嘛 可能是故意的也可能是它哎说不清楚 做特效嘛 嗯这个就没有哈 如果像你说的调完的话 它它完全是可以用的音色 对它就是那种很工整的一块小口气 的你说盂 不是 啊 有 到 蔻 哦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确实不是一个太好驾驭的音色 挺奇妙的这个体验 你觉得可能今天马上想去找一下 艾尔克总盛的音色来听一下 摸你一下 然后感谢大家收看本次的盈利波测评 OK 拜拜 拜拜 Zither Harp Zither Harp